什么样的首相容易犯小人 什么样的首相又容易遇到贵人呢 首先我们看容易犯小人的一个首相特点 小人纹是位于食指根部 往上倾斜的一种纹路 如果是没有这种纹路的话 人生会比较平顺 不容易遇到小人 一般如果是有的话 两三条 甚至有四条以上的这种小人 要注意容易招惹到 一些这个恶人的毁谤和这个诋毁 那么七条或者是很多条 七条以上的这个小人 要注意跟别人发生口角 也容易发生一些官司和是非 那么还有个小人呢 就是说他的小指特别短 小指啊 除了代表晚年的运势 也代表一个人的人际关系 如果是小指 低于无名指 低一指接触 如果是说明显的偏低 代表呢 个性比较软弱 缺乏主见 容易做墙头草 见风使舵 得不到贵人帮助 反而容易遭人唾弃 看不起 容易啊 这个招来小人 那么第二个我们看 容易得到贵人的这个首样特点 首先一个贵人文 贵人文呢 是在生一些内侧 有贵人文的人呢 通常是比较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的 对人或者对事啊 热情积极 因此呢 容易跟人结缘 贵人运势也大增 总是能够化险为夷 也容易在事业上啊 获得助力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欲贵文 欲贵文呢 其实就是在事业线旁边 跟事业线相接 那首样当中出现欲贵文 代表此人的善于交际 人缘也比较好 容易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助力 甚至工作事业上有贵人相助 事业一帆丰盛 也是能够获得一些这个贵人帮助 其实这个贵人文呢 跟我们讲的影响线是类似的啊 就是跟 只要跟事业线相接触到了 那么它就是代表一个好的姻缘 好的这个贵人运 那么影响线呢 它是偏短一点啊 玉贵文呢 是很长的啊 那么还有就是人缘线 人缘线就是类似 我们经常讲的旅行文啊 在外遇贵人 就是在外面旅行的运势非常不错 人缘线呢 在首长外侧啊 这个月秋附近 偏中下方啊 人缘线越深越长 代表此人性格温和 懂得为人处事之道 做人缘容 人缘好 而且贵人多主 一生啊 多容易成功 人缘的 感谢观看